各位網友 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25日 星期二 來到今天的第二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討論今早分別有兩宗相對嚴重的車禍 其中一宗鐵騎士當場死亡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一宗車禍現場亦有片段 另外亦跟進一下開心香港 據報今早有相關的代表在電台接受訪問 說到星期六三十元看電影的事件 據報有機會網購氣票或收手續費 不知道各位網友如何看開心香港這件事 和各位一起了解最新的發展 另外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江洛道西天橋電單車是自己炒車 再遭遇到穿梭巴士展過 鐵騎士當場頭爆心亡 報導的內文看到 今天4月25日早上8時44分 上橫江洛道西天橋 一名男子開著電單車期間 突然失事翻側 鐵騎士飛墮地面 不過一部學校的穿梭巴士 這時使至收制不及將它展過 鐵騎士頭盔飛脫 當場頭爆心亡 路面留下大量腦漿 受意外影響 膝碎出香港方向 交通嚴重擠塞 駕駛人士要留意現場情況 現場消息指 穿梭巴士事後不故而去 警方稍後在小西灣找回學校的穿梭巴士 正在了解事件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相對之嚴重的車禍 據報相關的鐵騎士頭爆心亡 而展過他的穿梭巴士不知為何跑去 最終在小西灣找回這格的穿梭巴士 意外仍正在調查中 另外也說說另一宗車禍有現場短片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西區電單車撞放狗的女子 三雙一昏迷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4月25日早上8時32分 一名男子駕駛一輛電單車 載著一名男乘客 沿西區城西道往中環方向 轉入西長街 不治堅尼地城 游泳池對開的時間 一名女途人拖著屎納沙犬過馬路 電單車收制不及 將女途人撞倒 女途人飛彈5米 附在路上不省人士 電單車如世未了 沖前20米過後人仰車回 意外當中 女途人和鐵騎士雙雙重雙昏迷 男乘客輕傷 一併送院治理 其後鐵騎士恢復清醒 消防員暫為待 照顧女傷者留下的屎納沙犬 現場兩名人士雙重倒地昏迷 結果送院治理 暫時未知意外為何會發生 另外轉體一下政策消息 根據HK01報道 有關開心香港 網購稀票或收手續費 商會說4月29日會重新上映受歡迎的港產片 報導的內容提到 政府宣布展開開心香港連串活動 包括12個主要活動和其他響應行動 其中最優勢的莫過於今週六 是4月29日的全港戲院日 戲院商會理事長袁彥文在今早的電台節目表示 估計當日將會有20萬人次受惠 例如入場門券將會在今週四 即是後日 上午11時開始發售 市民可以經由網上或即場購票 而網上購票就視乎戲院需不需要另外收手續費 他又說星期六將會重新上映部分 在農曆新年期間教授歡迎 或過往熱門的港產片 形容市民有很多選擇 戲院商會理事長袁彥文今早接受港台節目訪問表示 全港61間商業戲院都會參加 預計有20萬人次受惠 除了星期六的30元看電影外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在同一個節目表示 第一場在灣仔會展舉行的美食市集 將會設實體門券 在4月26日8時 在18區民政諮詢中心派發 會人限裸兩張 同時亦預留門券被市民即場領取 總數約摸10萬張門券 以上折落於HK01的最新報導 未來就開心香港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昨天亦透露過 這個第一輪活動 好支2000萬元 怎樣分配資源 不知道 不過未來星期六 最實際莫過於 看電影30元 不過估計到 會不會 十一聲就買了 因為星期四就開始開賣 今天是星期二 另邊商亦有甚麼美食指責等等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這類活動 還是應該截然派消費券更實際 不妨劉國賢一起聊天 另外亦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AM730的報導 東區醫院主座大樓 鹹水管爆裂 結果牙科診所及公務員診所 服務要在上午暫停 報導的內容提到 東區尤德夫人娜打索醫院 今天4月25日公布 該院主座大樓 一樓一條鹹水管 今早6時15分爆裂 導致部分地方包括主座一樓 和地下電梯大堂 走廊位置水浸 該院已即時安排工程人員 搶收和清潔受影響範圍 受事件影響 衛生署 柴灣政府牙科診所 和柴灣公務員診所服務 今早需要暫停 以上來自AM730的報導 東區醫院水浸 為何原來爆鹹水管 最近公立醫院 要不就塌天花 要不就爆鹹水管 那些設施相當老化 不知資源去了哪裏 應該要保養公立醫院各大設施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 荃灣海之戀 15歲的男生墮樓 母親大驚報案 可惜已告不治 報導的內文提及 荃灣有學童墮樓 警方今早4月25日 6時48分 接獲事主母親報警 只是荃灣大河道100號海之戀 她的15歲仔懷疑從單位度下 賭餓屋軟花槽 以上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 年紀相當輕 為何會墮樓 為何要自殺 仍然有待了解 另外亦提及又是車禍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提及這個 阿士電道西地下管道的七人車自己炒車 翻側攔住了行車線 攜衝方向曾經傳封 報導的內文提及 尖沙咀發生交通意外 凌晨2點多警方接獲一格往葵涌方向行駛的七人車 在阿士電道西隧道內一個彎位失控自己炒車 翻側 男司機自己由車內爬出來 她並沒有受傷 意外過後七人車橫躺路中 阻擋了隧道兩條行車線 警方將葵涌方向管道曾經傳封 男司機通過藥物和酒精測試 七人車期後拖走 交通回復正常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近期交通事故特別多 原來昨晚凌晨也試過有車翻側 攔住整個管道 結果凌晨發生 幸好司機沒有大礙自己爬出車外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繼續勤力和大家拍片緊貼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也多謝各位網友繼續支持 接下來開心香港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接下來和大家還有關係 沒有過於看電影 另外還有一些美食市集 但這個做法 是否能夠真正提升 香港的經濟 又或者吸引遊客呢 看看星期六 可能是第一次攪的戲院日 就會知道成績如何 會不會星期四 一個上午就已經買了票 另外若買了票 受惠人數20萬人次 又是否足夠呢 其實戒指礦仔說 現在最需要 就是經濟資上的扶持 所以接下來接下來 若然派出第二期2000元的消費勸過後 香港政府若然決定不加碼 相信我扶持力度一定是相當有限 我們就儘管看看 財爺最近這些搞作 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可以有多少 或者有多大的幫助 我是戒指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